唯摩洁圣尊的教话 经中记载 当释迦佛陀让未来佛弥勒菩萨带队 前往唯摩圣尊处问安时 弥勒白佛言 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及 弥勒菩萨对佛讲出的原因是 他曾为众生说法时 被唯摩圣尊为难教化 由此,弥勒菩萨不敢去 其他的菩萨们也都确定说 唯摩圣尊智慧太高 他们远远不足以堪任 怕被唯难不敢前往 故最后,由七佛之师 古佛文殊菩萨带领诸菩萨 罗汉五百比丘等 前往唯摩圣尊处问及 当时,唯摩洁圣尊以广大的神通和智慧 帮助释迦佛陀教化他们 其中,唯摩洁圣尊献佛陀正量神通 将妙喜世界诸有菩萨、罗汉、一切佛土 包括无动佛全然搬至苏婆世界 展示在佛弟子前时 妙喜世界的诸有菩萨 都认为是无动佛把妙喜世界与诸菩萨搬到了人间 此时无动佛说 非我所为,是唯摩洁神力所作 释迦佛陀在经中圣赞唯摩洁圣尊说 其有供养,如是仁者 当之则为供养于佛 其有书,持此经卷者 当之其事,既有如来 佛陀已说明 唯摩洁圣尊,旧事如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